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 谈医疗的单元 那在今天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创作女歌手 她事实上不只是唱歌 她还可以作词作曲之外 她还参与了一些音乐剧 音乐剧的一些相关的制作 像是在2015年的时候 她就参与了哈利波特的舞台剧 当中的一些配乐 OK好 所以在那一年 她还因此而得到了舞台剧的杰出配乐奖 她叫做Emojan Hip 那这位Emojan Hip 就是我们今天所演唱歌曲的这位女歌手 那她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了 她不只是唱歌 不只是作词作曲 在做舞台剧的配乐 但是呢 她在作词作曲部分跟演唱部分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殊荣 比方说是 像是先前的葛莱美奖 葛莱美奖在第52届的时候 她被提名最佳的流行演奏 还有呢最佳的非古典专辑的策划奖 她算是呢 尤其是专辑的一些古典演奏 她算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项的女性 所以都算是蛮难得的 很有天分 所以呢 她在欧洲有所谓的电音才女之称 好那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这位呢 Emojan Hip所演唱的 叫做呢 Speeding Car 在今天和你分享 好那一样是英国 我们今天呢 在现场邀请到的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每个月会来我们节目当中的 潘卫中老师 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也跟英国有关 好我们现在呢 欢迎怀中 怀中早 是的 先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OK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话题跟英国有关呢 英国打算要做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用在治疗 癌细胞 灭绝癌细胞的这个事情上面 要用什么呢 用疫苗 这个这两个事情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在乎 一个是癌症 一个的是疫苗 这两件事情都在一起 这个倒是真的很轻啊 对非常新 而且他跟新冠那个肺炎有点关系 那真的 对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 那个有两个公司治疗 就是制造那个疫苗制造的很快 就是利用叫做Messenger RNA的技术 对对对 叫做信使RNA 对MRNA MRNA 这个那其中有一家是欧洲厂 就是那个辉瑞 辉瑞 然后呢一家是美国 莫德纳 莫德纳 很好 那莫德纳后来 还记得 对那莫德纳就是跟那个默克 默克药厂合作 默沙东 那这两个这个公司呢 就是把这个Messenger RNA的技术呢 就使得这个炉火纯青 那当时大家也都记得呢 使用这样的技术做疫苗呢 他们是全世界算是第一的 第一名的这两个 那虽然说技术有点相同 但是也略有不同 那之后呢这两个公司呢就开始发展其他的疫苗 就利用这个Messenger RNA技术呢 不是只是做在新冠肺炎的疫苗 他去做别的疫苗 那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癌症 因为这个市场也蛮大的 好惨了 这个市场好大的意思 就是说离癌的人很多就是了 对他只要市场大 药厂就愿意投入 真的 那所以因此呢两组都投入了 那两组投入以后呢就开始竞争 就是欧洲这个厂 就是 其实就是辉瑞跟德国Biotech合作 然后呢在美国这个厂呢 就是莫德纳跟默克药厂合作 所以美国的这个跟欧盟的这个 现在就两个地方都很强嘛 然后开始竞争 然后呢这两支癌症疫苗呢 都做到临床三期了 就马上要上市了 那也还蛮快的耶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就Messenger RNA这个疫苗 做的就是快 因为既然这个新的技术出现之后 就是快 以前早期疫苗可能 好几年 对对对 你讲的真好 我就不必讲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结果呢 这个欧盟的这支疫苗 就是德国Biotech的就是辉瑞的这一支呢 目前是英国这个健保健保局 实际上它不叫健保局 它叫NHS 但我们就把它讲成健保局好了 就英国的全民健保呢 就就找出一千多个人 来做这个癌症疫苗的试验 临床三期 那美国这个疫苗呢 事实上在英国也有 它是全世界的 就multi center的 在英国 在澳洲 在美国 也都全都也是临床三期 然后呢 这两支呢 效果公布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因此呢 所以因此呢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大家就是活着就是希望 可能我认为了 大概最慢 明年大概这些疫苗都会上市 都会上市 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疾病 它不会拖 对很重要 而且重点是目前的 这些实验的 人体实验的结果 效果都非常好 好到不行 好到不行 待会我们会 那多好 对对对对 我们待会要来讲 所以那首先呢 因为新闻是英国的新闻 就英国的健保局公布 我现在呢 利用欧盟的这支辉瑞的疫苗呢 那开放给 给一千多人的 这个癌症病患使用 然后呢免费 然后让你们来用 然后所以大家就很高兴 那好了 他有针对哪些 那个吗 什么样的癌呢 好的 他因为是Messon 9RNA疫苗 所以他发展非常迅速 而且这一次的这支疫苗呢 他是个人化疫苗 就是针对个人的 好 好我待会讲一个案例 你就知道了 我们首先讲英国的这个案例 英国这个千人试验 其实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 我们就讲第一位 No.1 OK 那这个人呢叫艾利奥特55岁 那么他呢是得到的大肠癌 得到大肠癌 大家都知道 大肠癌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其实治愈率是很高的 但是呢也有可能在比较晚期 所以晚期就三期四期 我们癌症大概一二三四嘛 一二通常叫早期 然后三四通常叫晚期 但是呢四期叫末期 所以晚跟末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在晚期的时候呢 本来切完之后啦 放疗化疗 反正你按照医生的标准治疗方法 都做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接着就是等待了 因为做完之后就是什么叫等待 就说呢 就看你会不会复发吗 因为你又 就是一直regular去check up 那如果没有复发 五年后没有复发 就哎你痊愈了 感谢上帝 那但是有些人就是运气不好 他可能在观察了三年四年 突然间复发 那这时候就不太好了 通常这个愈后就不好 那有的时候人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等 就好像说呢 就好像说明明我担心他会复发 难道我不能做一点动作 让他永远不要复发吗 我可不可以就说 不要只是消极的在这边等待 然后追踪 我能不能积极的去追杀 然后消除他们 可是积极追杀不就是在 离癌的那五年间 他是积极治疗积极追杀 然后都ok了 然后是过了五年才会说进入到 除非的追踪期啊 不是 那你就追踪期再继续追杀 不是不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就是说 一个癌症发现之后 他做一个标准治疗的方法 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手术切除 切除完之后呢 医生他要接着判断 要不要做化疗放疗 或者什么什么药物治疗等等的 那通常如果说因为现在目前也 也有一些公式可以计算 还有经验准则 如果说你是真的很早期的通常切完 医生可能跟你讲说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好你就只要正常的来 来追踪 追踪就好了 所以这个其实事实上可能就在 癌症发现到可能在半年之内而已 就是你要追踪这五年可能 只有半年在治疗 四年半是在观察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他没有 对啊没有了 那没有怎么追杀呢 好这个很棒 我觉得你每次都问到重点 所以呢那你今天如果说 做完所有的这个治疗以后 不管你是花了半年时间治疗完 或者你花了一两年时间治疗完 就比如说像潘怀中 现在目前是摄物腺癌三期的患者 那我做完所有的这个治疗了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要去做磁症造影 那做磁症造影一扫完 那医生跟我讲说 哎恭喜你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有癌症的出现 真的好那对好 那等一下 但重点就是这种人 就是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就表示我的影像学的灵敏度 在这个角度下是看不到的 但并不表示 你就一定没有残存的 一个或两个的癌细胞 在身体里面跑 所以才会有人对 所以才会有人 就是隔了一阵子以后 复发 那问题你怎么知道是属于有 你没发现还是真的没有呢 对 所以这时候呢 那个科学家就在想说 那与其这样子呢 不如我就是去贴一张海报 贴一张海报呢 把你的癌细胞 不是别人的哦 这是个人化的 所以呢 就是把你的癌细胞呢 那个样子贴在墙上 去通气他 全国追杀 全国追杀 也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假者是这样 就是说假者这个国已经灭亡了啊 然后他的王子逃掉了 那王子逃掉以后呢 我现在因为找不到嘛 所以那我就算了嘛 就像那个明太祖 朱元璋16传给他的孙子 那孙子后来他被他输注给串了嘛 那串了以后呢 他没找到尸体啊 全国追杀嘛 但虽然后来没找到 所以他这个算没复发的嘛 但他如果出现的话 他就是复发了 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疫苗 就是说呢 贴出一张通级海报 然后让全国的免疫细胞去追杀他 even even我的辞政造影看不到东西 嗯 好那我们就回到 可以把他找出来就是了 可以把他找出来 好那么要休息回来 继续听这个故事啊 这个英国人55岁 那他的大肠癌状况 被追杀了以后 呃有什么样的结果 好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经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潘伟宗老师 呃来聊这个看起来呢 是整个治疗癌症的一个新的进展 而且是蛮重要的 蛮关键的进展啊 那运用的是在整个新冠肺炎当中 算是大力提供的 这个mRNA疫苗了 对对 事实上后来也有出现一些可能的 呃算是后遗症吗 蒋是这样讲啦 但是不是当然有很多人在讲 当然功大于过啦 一定是这样子 有很多人在讲啦 不过但是目前科学界 并没有真正做出任何定论说他不好 啊 你虽然有很多人在讲啊 那就是单枪匹马的人都有在讲 嗯 但是呢 整个医学界没有反对 这样子 整个医学界没有反对 好 那那那对 那这个55岁的艾利奥特 那他得到的是一个大肠癌 好 那我首先就告诉你这个癌症疫苗 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什么癌症都可以 哦 这第一个啊 这第一个 这很重要啊 对啊 第二个是只针对你个人 不针对别人 嗯嗯 这第二个 所以这叫个人化的 癌症疫苗 嗯 这不太一样 好 那这个艾利奥特呢 他得到大肠癌 然后他做了常规手术切除啊什么 该做什么发疗化疗的 反正他们都做完了 药也都吃完 好都没问题了 然后呢 结果呢 他就是被这个英国健保局选到是可以做这个千人疫苗试验的 他就很高兴 他所以他就到了博明罕市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进行了这个个人化疫苗的注射 嗯是用注射注射的 当然都是就疫苗注射嘛 然后然后呢 记者就去访问他 因为全英国第一个嘛 当然被访问 他第一个 全英国第一个 不是全世界第一个 全英国 而且是在这一次健保局的千人试验里面的第一个 ok 然后呢 他就就记者去访问他 他首先他感谢英国全民健保局 这是肯定的 嗯 我也希望我能感谢台湾健保局 看看也能不能来一下子 哦 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去报告 我希望啊 希望但是我现在有困难 待会我再告诉你 然后另外呢 呃就是呢 他觉得这项治疗方式呢 在接受前他自己也做功课了 嗯 因为每个病人现在都很会做功课 看书啦 看网路 Google Google啦 哎他觉得很好 他是觉得相当可行 嗯 他觉得很快乐 所以他就去做了 当然他也问了他的医生啊 就说他说 哎为什么你会选到我 嗯嗯 那他说呢 基本上来讲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呢 他们抽血 测他的那个血液里面 他们有看到一些大肠癌细胞的片段 嗯 那他说应该正常来讲啊 你这个癌细胞切掉之后 然后你化疗之后 照道理应该不会再测到癌细胞的片段 但是他说哎这个血液当中还有片段 嗯 是不是在哪个地方还有 OK 只是找不到 就是你你那个影像学找不到 这样子 所以因此呢 这个这个英国健保机就把他选出来 让他打让他打这个意料 像我们选的时候也是有挑一些 可能有些条件 的一个可能性跟疑虑存在 对对对那因为这是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可能讲一千个人的案例 因为我刚已经讲叫个人化 所以没办法这样讲 好没关系 他就加入了 那加入了以后呢 他是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说呢 他们现在把他大肠癌的癌细胞拿下以后呢 这个标本呢 除了做病理切片之外 要把这个标本送到德国的实验室 就Biotech 就是这一次 这个莫莎 辉瑞药厂的这个 这个这个合作是跟德国的Biotech合作 所以这个sample要送到德国去 那德国就把这个 爱丽奥特的癌细胞呢 立刻就全基因解码 全基因 现在全基因解码非常容易 癌细胞全基因解码 解码之后呢 就找出20个 这个癌细胞的特点 比如说他腿长脚长 眼睛歪嘴巴斜啦 什么他找出20个特点 就通气饭的特征 特征找出20个 了解 然后20个以后呢 他就把这20个特征的蛋白质 的messenger RNA合好 合成好 然后呢 就把它打进身体 打进以后呢 就等于告诉你说 只要有这20个特征的东西 你都跟我杀掉 那他们在选的时候 一定是选就是这个人类细胞 不会有的 因为你人类细胞有了打他的话 那就等于打自己 就是啊 对 所以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选择这个癌细胞突变的位置 而且突变的很特别的位置 就像当时新冠肺炎 他就喜欢打新冠肺炎病毒的那只刀子 所以呢 简单讲就说呢 他就是一定要你的癌细胞送到实验室 去标示你的癌细胞的特殊长相 别人的没用 了解 好 啊 所以我刚刚你讲说 如果今天台湾健保局 如果有这个德政的话 我现在反而没办法做 因为我当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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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癌细胞啊没有拿出来 我当时不是用割下来的 我当时我对对我当时是用 有有我当时是有切片 针刺吃出来的 那那个样本可能他已经就销毁了 他也不会留了 但是呢 但是后来发现了以后 我是用放射线打的 对 因为我是因为晚期 就是晚期嘛 他已经跑出去了 没有办法切干净 所以他是用放射线打的 然后再用荷尔蒙治疗 所以我现在是没有样本可以去送到实验室 去做那个画图的动作 那现在抽可不可以 现在不知道 癌细胞在哪里 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是是是了解了 所以所以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通过 有变成是你现在拿下来的样本 你要送到实验室去 所以因此呢 这五叔在艾利奥特的样本呢 就送到了德国的Biotech 然后呢 做出20个特殊蛋白质 了解 Messenger然后打进去 然后他打完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 但是他打 大概就几个月了 几个月 那他打了以后呢 他觉得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觉得有点就是像 这感冒一样 或者是说这个手背有点痛 像打了新冠疫苗一样 对对对 差不多差不多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感觉不舒服 OK好 现在就是在英国No.1 他这位呢 老兄他实验 这个接受 这个相关疫苗的注射 针对的是大肠癌的状况 那么薛薛 再回来继续聊 好 做完了就开始观察了 那我现在没有 现在是做完之后就接着就打疫苗了 就没有所谓的没有所谓的追踪 就追踪期的同时就直接追杀 对对对那就是等于直接追杀了 就不坐在那边等了 那我知道以后不叫做五年的追踪期了 直接叫做追杀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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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所以我们以前的疫苗 你的如果你脑袋记得的话 都是敌人已经出现了 然后敌人出现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你的身体 比如说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出现了 那很多人已经得到甚至死亡了 那你紧张你还没得吗 然后呢 你把你把别人的病毒拿去做研究以后呢 然后把那个疫苗打到你身上 是防止已经出现的那一支病毒 是那现在这个不是 现在是你的癌细胞已经出现了 对然后我才设计一张海报去追杀它 所以这就变成治疗 所以因此呢这一支疫苗不是预防 了解它是治疗 但是呢设计的原理是都一样的 可是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 如果说他经过了各式各样的癌症的治疗 我们刚才讲到放疗啦化疗啦 不管就是各种癌症不一样 那之后的话你是看不到了 那看不到之后你开始去追杀他 那你怎么去测验他的成效 因为你看不到他 你不知道到底杀了没 果然本来就不在 那你怎么宣称你的疗效呢 好的你讲的非常好 那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些科学数据 比如说我待会要讲的这个 比如说像脑瘤啦 或者是黑色素细胞瘤啊 那因为目前这些癌症的数据 在全世界已经都非常的完整了 你比如说假者说你是黑色素细胞瘤 你发现的时候是晚期 晚期就三四期的时候 那通常他们就会知道说 哦这个复发率大概50% 然后呢大概就是多少年内会复发 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那如果你把这种人找来 然后做了这个疫苗 哎你会发现说复发率变成就比如10%或5% 那就很明显的就有差别 你这样讲有道理 就是他这种database 就是全世界这种大数据的base 已经都非常完整 但是mRNA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 所以他这一两年 对所以我的意思 他已经可以去找到足够的证据 去测试了说这些该复发 应该复发都要几年内吗 对那该复发的 但是现在还没复发 我觉得是时间点还够吗 你讲的对啊 就说因为现在这是临床三期 对啊 对他但他一期二期都做完了 那么在二期的实验公布的时候 他们有发现就是 在晚期的黑色素细胞瘤 目前如果打了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在一年内 一年一两年内的复发率 就降了百分之五十 速度非常快 一两年内就会复发 对对他速度非常快 他都是找那种最恶性的癌症在做 所以因此呢效果非常好 所以那这一次的大型试验 可能观察时间就会比较久 因为你像 其实事实上 如果你说是五年内 其实你也不要想五年啊 因为有些人复发两三年就复发了 也不用到五年 所以所以五年只是一个节点 就是五年后我们算痊愈 五年内我们算复发 我之前还有个朋友过了五年就还复发的 那那个就 没有没有 在科学定义上面来讲 如果是五年后出现的话 我们通常都认为是新新产生的 不讲复发了 所以他有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当然是不是对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医学界决定 不过我一个人讲不算 大家讲都不算 所以他们既然定了这个节点 所以就是五年内就要复发 五年后就新产生 就是这样子 好那所以因此呢 埃利奥特他现在目前就是要继续观察嘛 那观察看看他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来讲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呢就是这个莫德纳这一组 莫德纳这一组其实也在临床三期 只不过是没有被 没有被英国健保局选来做千人疫苗 那所以谁被选到呢 谁就是快乐 因为你被选到的话 那就英国健保局本身要付钱 帮忙付 那当然这两个 就免费的人体试验 对啦 但公司也好嘛 所以两组竞争 我想欧盟的国家 当然比较喜欢用欧盟的东西 那一定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不谈了 好那结果呢 这个莫德纳的这支疫苗呢 那他在英国呢 也有做临床三期 不过是他们要自己付 就是公司付钱 那么他们也有 也有一个案例 在新闻报道上也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位52岁的音乐家 刚刚你不是播了个音乐吗 音乐家叫史蒂夫先生 那么他就是黑色素细胞癌 他其实事实上 他在他头皮上面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肿块 他没注意 尤其是长在头发里面 他也不注意 当然他洗头的时候摸到 他以为就是个 什么赖利头 他不记得 就没想到最近切片的时候 发现是非常恶性的 黑色素细胞癌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个伦敦大学医学院 这非常有名的医学院呢 他们就使用目前就是 黑色素细胞癌 最新的疗法 就是免疫疗法 嗯 那这个黑色素细胞癌 本身他在全世界来讲 就是大家都知道 非常的恶性 嗯 然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说呢 全世界耗发率最高的国家 嗯 在澳洲 在澳洲 我都知道白人容易的 对那澳洲刚好两个条件都有 嗯 一个就是白人 嗯 第二个是阳光特别大 啊 阳光特别大 所以澳洲是全世界 黑色素细胞癌 最严重的地方 嗯 然后呢 呃就是发生率最高 嗯 然后呢 所以因此呢 澳洲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 黑色素细胞瘤研究所 嗯 专门研究这个 嗯 其中有一位医生 待会我们会讲到 史科勒教授呢 他从小立志 是个医生了 嗯 从小就立志要做这个 黑色素细胞癌的这个对抗者 嗯 所以因此呢 他后来就当到了 澳洲黑色素细胞瘤研究所的所长 嗯 然后呢 而且做到什么程度呢 做到他的贡献呢 让全世界震惊跟惊讶 嗯 所以因此呢 他在全世界的黑色素细胞瘤研究里面 他算是首屈一指的教授 OK 然后呢 这位教授也因为对这个黑色素细胞瘤研究 死的 黑色素细胞瘤从早期根本就没有办法治愈 或者会死亡的 嗯 就现在大幅度的治愈 嗯 而且而且活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感谢他 他大概已经载入清史册了 啊 所以所以澳洲就搬了一个叫做 叫做什么啊 就是什么 呃 澳洲是什么杰出什么什么人员奖 什么就很很大的名誉给他了 OK OK 给他好 因为西方 但是我要讲是待会他得了脑瘤 好等一下 他得了脑瘤 等一下等一下讲 好等一下讲 所以那因此他对他对这个黑色素细胞癌的贡献 嗯 那他主要的贡献就是在于就是说呢 他结合了免疫疗法 来治疗这些黑色素细胞瘤 好 那结合这个东西呢 所以因此呢 这52岁的医学家史蒂夫呢 他就是要接受这个所谓的免疫药物的治疗 刚好就是那个澳洲史克勒 叫做他们发明的 现在目前已经 常规在应用 常规在应用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同时打一个莫德纳的癌症疫苗 OK 同样的 因为那个那个黑色头皮 那切下来 要送到那个莫德纳公司去比对他 好 那所以因此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音乐家史蒂夫呢 他就去去去处理了 然后呢 现在目前呢 在欧在欧洲的在英国的这个伦敦大学医学院 因为刚刚知道这个史蒂夫就在伦敦大学医学院 做的 他们现在做的不光是做这个黑色素细胞瘤 刚刚我讲的这个史蒂夫音乐家 是黑色素细胞瘤 他们同时对肺癌 盘胱癌 肾癌也都进行 嗯 目前在临床三期 临床三期 那当然 位置遍布很多像伦敦曼车斯的爱丁堡利 这等 很多地方都在做 他们这一次总共做70个病患 嗯 总共做70个哦 那当然记者也会去访问别人啊 那当然秀说他他们也去访问一下 另外一个英国人啊 但是他那个翻成杨先生 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人 其实不是啦 Y O U N G 可能不知道哪里的 香港或是哪里的 哦 那他就问他说 哎 那你觉得你被 选到这个三期测试 你的感觉怎么样 啊 他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像我刚刚讲 他对记者讲 他说以前我们只要治疗完 嗯 就坐着等五年过去 嗯 嗯 那中间可能半年或者三个月去复查 嗯 他说这个让我觉得哦 只是在等待 什么事都没做 嗯 可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在打疫苗 这个不太一样 嗯 就是我有叫 我有一直call 警察 所以你再去帮我搜一搜 你再去帮我 对对对 没有没有 确实是差很多 嗯 所以因此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所以因此呢 就说大家对于这个效果都很好 这两个 嗯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数据 就说 以目前这个莫德纳这一支临床三期的这个针对黑色素细胞癌哦 那么他在去年二月公布了一个二期临床试验报告 就我刚讲的 现在是三期嘛 嗯 二期的时候呢 他他发现就说 如果你合并这个免疫治疗药物啊 就这吉苏达动精注射剂 合并这支疫苗注射的话呢 三年后死亡或癌症复发的几率呢 减低了一半 嗯 那很多呢 嗯 就一半的人回来 就是他如果是死亡或复发 嗯 这实验就中止 你刚才特别想到这个黑色素细胞 对对对就就实验就中止 嗯 所以他就变成说他分两组嘛 一组常规治疗 嗯 就是免疫免疫细胞这些治疗 其实免疫细胞治疗以后已经是活人无数了 嗯 要要比起以前那更不了 那死更多 嗯 那现在有免疫治疗是活人 他利用这样的这个方法 再加上疫苗再去比 对啊 又再降一半 对啊 实际上我们前面就特别讲到最近这些年 癌症治疗真的有点就是 就是面面对到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点吗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包括免疫治疗 包括这个疫苗治疗 好所以呢 事实上台湾就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 才公布我们的癌症时钟又调快了一些 平均不到10分钟就有一个人离癌 是 死于癌症 所以我想如果说真的可以有那么多的 呃 更多可以去打击啊 这个或者去歼灭啊 这个癌细胞倒是真的是一大福音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潘伟总老师 来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就是说用个人化的疫苗 可以呢来追杀啊来歼灭了这个癌细胞 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所谓的追踪期先变成一个追杀期啊 可以让呢这个复发的跟死亡的几率呢再降低 但是刚刚讲到这个有数字有有这个精确的数字是黑细胞 呃黑色素细胞流了 那其他部分的话呢 呃后来或许没有那么多明显的数字 但是也认为会降低 对效果很好 对他慢慢他会数据会出来 我个人非常看好真的非常好如果说现在我的假设我有癌细胞可以送 嗯我愿意做 而且我我我真的是有个拜托拜托帮我做一下 就只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同同时进行对不对啊 因为因为因为前几天我们才听到说有一个杨梅大理教授 嗯啊这因为我是药理所的嘛 对那另外一个教授是医工所啊医学工程医学所的教授 听说他就是在家里面觉得说 哎我的腰痛啊什么这个好像最近是不是年纪大了腰背酸痛啊 嗯哼就去医院一查你知道吗 嗯社护腺癌末期转到骨头了 社护腺癌会腰痛啊 啊他就是骨头嘛转到骨头了 转到骨头了 所以他他就是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没查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腰酸背痛然后跑去医院看病 结果变成是骨转移 诶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就是没有我还没讲完 死掉了死掉了 很快就死了天哪对很快就死了 后来我到我们家对面的牙科医师去洗啊 因为上礼拜我去洗啊 嗯然后刚好那个是杨梅大学的学生嘛 嗯那我就跟他聊天我说哎我说最近那个王教授去世了你知道他刚好是我病人 你看这么刚好我说那你你你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过年后啊 今年农历过年后他他太太打电话来说说他那个住院不能来洗啊 嗯就后来就死了 嗯就很快 嗯所以你说那你的社会现在一开始的症状你是怎么发现的 哦我不是有见解啊 你是见解发现的 对我PSA有增加 所以那位老师他本身没见解 我不知道因为细节我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当然可以打电话给他太太太是生化所的陈教授 嗯我也认识但是这种事情不好意思打因为去世的事情 不是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致哀是件事但我的意思就我们节目来说我们就是要顺便提醒大家 对对对对要要要就是要对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症状要注意或者说你要不然就要定期做这些对对 现在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讲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要晓得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年了大肠直上来现在是排名第一的发生率发生率第一名 但是死亡率不是第一对对对我知道但是发生率第一名就是很多人得到发生率第一名他就一年大概一万五千人 嗯啊哪里都有对不对 嗯那你知道社务性癌一年七千多人只有男生有嗯所以那发生率几乎跟大肠癌一模一样 嗯嗯嗯对不对有没有对那女性的乳癌也是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事情 而且嗯社务性癌正常来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癌症 对呀所以我刚刚听到比较温和那可是死亡人数还是非常多的原因是因为发现的都很晚 所以就代表先前的症状并不多 嗯嗯就是很容易被混淆混淆混淆还是混淆混淆就是他很容易跟那些其他的症状跟受限肥大嗯或者那个什么他会混淆在一起然后你如果忽略他的话呢就容易忽视掉嗯嗯所以我就简单讲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本来可以治的好好的对 结果没想到去世这是很划不来嗯嗯OK好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一位那个那么厉害的在黑色素流当中的教父级的对这位教父级的教授呢叫死科的教授嗯啊当时他是这个黑色素细胞瘤的研究所所长 而且还澳洲的风云人物嗯然后他另外一位合作伙伴郎教授郎教授呢也是一位医生但是是个女生嗯所以他们两位医生呢一位是死教授是所长另外是郎教授是副所长嗯嗯两个人合作对黑色素七八百的贡献非常的大嗯就没想到呢 这个有一回这个死教授是做持症造影检查的时候嗯也发现到他脑部呢有一块跟云雾状的东西嗯混濁状的东西那那个神经内科跟神经外科的医生一看就知道不对了嗯他说这个是非常恶性的胶脂母细胞瘤嗯哦那这个跟这个目前这个Netflix上面具一个叫类之女王这个韩剧上面那个主角得的病是一模一样的哦就是所谓的这个胶脂母细胞瘤 嗯那我想大家如果有看类之女王这个韩剧的话也知道那女主角被医生讲说第一没药治嗯现在这样子这个也是就是嗯这个教授母细老师没有药治嗯然后第二个呢活不久大概一年内都可能去死嗯所以因此呢当然那个韩剧就因此嗯在第一集就宣布这个然后就开始就是演了16集嗯OK那我们就不谈了好所以意思就是脑瘤因为是在脑部的关系 所以他一些呃一般想像中的一些呃癌症的治疗都不是用在脑部是这个意思吗是因为他这个很麻烦就刚刚我一开始就讲就说他在持人造型上看到混浊跟油乌状的一样他是为什么这样的因为胶质细胞我特别强调脑部呢有两种细胞啊就基本上当然有很多但我基本上把它讲成两种啦 一个就是神经细胞嗯嗯那神经细胞就是让你能够认知能够看东西神经嗯听神经对不对味觉神经好这些都是神经细胞嗯或者是记忆神经对不对哈这些最最主要神经但是这些神经细胞呢他没有办法独自存在嗯他必须要配合单位嗯就好像那个蓝轩你是个很有名的主持人可是你需要这些配合单位啊嗯你需要因控司啊嗯大家来配合啊所以神经细胞也要很多人配合 那他配合的细胞叫胶质细胞嗯哼那这个胶质细胞呢就是他第一是撑住这个神经细胞嗯神经细胞遍布脑袋但他是把他supporting撑住的然后另外呢他还做好多动作目前都知道他可以帮他清洁废物嗯他可以提供他养分OK他甚至还可以帮他有免疫细胞能够帮他阻挡外敌嗯然后然后甚至呢他还可以提供他再生的那个能力嗯所以因此 这整个胶质细胞就是他的supporting material嗯那这个胶质细胞如果得到癌症的话嗯那意思就说呢以后蓝轩来中网录音的没有人支持你就你一个人你怎么录吧嗯不必录了吗再见了吗真的那么就要校长肩壮中了也做不到你也做不了你根本功率发不出去啊嗯所以因此呢神经细胞如果是胶质细胞出现癌细胞那就非常严重而且胶质细胞是遍布脑袋因为他是supporting神经细胞 嗯所以他到处都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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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我对说还没有办法治疗对一般对啊那因为你你胶质母母细胞瘤就是胶质细胞如果出现癌细胞他就是刚刚我讲的很重点就是他是云雾状的片部整个脑袋都是你根本没办法切了OK我我给你讲一般来讲的手术一般来讲的话的一般来讲放流就不会用在脑袋里面就是了不是首先没办法切了嗯就是你要切是不是你要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对啊你你尤其是如果是初期的癌细胞 是不是他就是局限在一个部位对对对一切就干净对那你现在如果胶质细胞这到处都有你怎么切你把整个脑袋挖掉吗嗯怎么可能嗯你也挖不干净啊没办法就根本无法手术简单讲无法手术了嗯就是你切不干净嗯你里面就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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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嗯那个报告报告蓝宣长官你怎么切所以这个时候呢疫苗就发挥作用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对没有啊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怀中来聊啊这个今天呢这个有关于癌啊这个癌症这件事情似乎得到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讲到的是个人化的疫苗所以他可以用在我们刚讲到这个脑瘤 我讲这就是这就是这一则新闻的大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教授世界太有名了嗯所以他名人得啊 脑瘤啊这个这个就大新闻了澳洲大概都是头版头条嗯哼然后呢再加上就说呢他呢不向命运屈服因为这个这个目前这个胶子母细胞瘤都没有药制嘛嗯他就干脆把他研究黑色素细胞瘤的经验嗯拿过来嗯因为他这一辈子一直都对抗黑色素细胞瘤效果非常好对所以因此他就把这些免疫治疗药物拿过来治疗他自己嗯同时呢接受了莫达纳的 这个个人化疫苗所以因此呢他才脑部拿下来的癌细胞虽然拿不干净对但是呢尽可能啦啊拿下来东西送过去实验室就贴出了一张海报啊打进去啊现在目前呢他大概已经过了一年多完全没复发OK因为正常来讲的黑色这个所谓的胶子母细胞瘤呢患者平均在诊断之后呢在存活一年左右的人喔 都是少数啊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对对对那当然就就是现在目前在全世界都是大新闻啊而且这个新闻是一直都在嗯就是呢从他里脑瘤就是个大新闻然后完了之后呢他采用他自己去治疗黑色素细胞癌的那个方法自己把它拿过来用嗯那这又是个新闻嗯然后呢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又打了这个个人化疫苗又是个大新闻嗯 然后一年后没有复发又是个大新闻所以他现在其实是个新闻人物了嗯啊所以就一直都有大新闻因为我我来你这个节目为了要谈这件事情我其实追了他一年多的新闻嗯嗯所以他甚至连类似女王都去看了哈哈哈哈所以其实来你说也不容易了哈哈也不容易啊但是但是就说简单来讲就说啊整个整个追踪的情况下来看起来的话效果是不错但是医学界比较保守嗯医学认为说虽然你这个 这个情况对你来讲效果都不错嗯但是呢他们并不知道说其他人怎么样嗯所以目前也有人呼吁说那是不是就直接对胶子母细胞瘤进行这一位医生的这个疗程进行临床试验对不是只有真的他一个人对对对对现在也开始在做所以现在目前也有人在呼吁这样的事情嗯所以因此呢简单来讲就说呢一问你现在是胶子母细胞瘤那你跟那个不治之症对就如同类似女王一样 所以我其实我可以去建议韩剧的那个类似女王直接就去澳洲找这个医生哈哈哈就可以做了因为当时他在增加一个剧情对当当时剧情我因为我看到第五集而已嗯嗯因为我来你这边时间也不多他有总共有16集嗯嗯那他是跑到德国去做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去BioTech我不知道但是但是韩国人在编剧的时候呢他也不能太离谱嗯就是讲的还是有有模有样就像剧编的是不错的就有模有样啦就是说简单讲 他在医学上面的伦理上面那些原理上面站得住脚嗯站得住脚啊所以简单讲就从这个个人化疫苗来看你就看到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在做嗯嗯现在就实验那我问我问几个第一个打打几剂哦他好像要打好几次就就是无统我们的新冠肺炎对啊打好几次对他就一直打隔一阵子打那一剂会很贵吗现在看起来应该便宜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呢你像那个辉瑞呢当时 一只大概就才几十块美金他就省去了很多的一些过程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而且英国健保局其实也蛮抠的啊啊他其实事实上他能够用千人来试验嗯他就表示说他的价钱是很能够接受的嗯因为我曾经有在那边这边讲过一则新闻就是像一个降胆固醇的增绩嗯因为很贵对他还跑去把药厂叫来协商嗯然后呢谈价钱谈那对外不公布嗯对其他各国都不公布 因为一个英国药厂英国药厂的药嗯所以他不公布然后自己私下蒂饵然后谈谈到一个价钱那另外一个像那个基因剪刀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基因剪刀对遗传性疾病一针就好嗯那这个的话呢他们开价一千万台币哇那结果呢英国健保局对媒体讲说这个他们可能几乎上目前有困难嗯嗯那所以你会看得到说在各种之迹象显示英国人健保局其实事实上财务也是很大的困难嗯 不过他既然能够同意这千人事用我认为是不贵的我认为就是大概一百块美金左右嗯嗯嗯嗯嗯 it's MNA重点就是他降低成本嘛对对对对对整个的研发的成本对好哦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目前让让人家振奋全世界都如有如足在台湾没什么消息哎我觉得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事实上是我认为马上就要一定要对对台湾很多消息都真的都偏向很关注某些事情对对对有些很重要事情都不被关注 尤其一些民生 这攸关大家的 这个生活的事情 OK好 所以非常谢谢 怀宗带给我们 这个那么重要的 在全球呢 都受到高度关注的 个人化疫苗 针对癌细胞治疗的话题 好谢谢咯 谢谢 拜拜